现在一起来祷告 圣洁的充满了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神你呼召了我们来到了神里的话语面前 今天是我们这一次福音步道会的最后一天 神啊祈求神能够在今天听话语的所有的灵魂心上 通过神里的话语能够大大的做功 祈求神能够打动所有的听话语人的心门 也能够主管这讲话语的嘴唇 主啊祈求神能够降下你的祝福 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救恩 然后余生能够为你而活 我们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今天的开篇的话语 提摩太前述的一章十五节 我们可以呢 自己拿圣经找或者也可以看前面的屏幕 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耶稣将士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这个世上呢 有很多的话 但是 唯一的一句 十分可信的 可佩服的话呢 就是这句 耶稣基督将士为要拯救罪人 这句话 耶稣呢 他已经把所有救恩的事工 全部完成了 为了的是 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没有任何的一个人 是得救不了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使徒保罗呢 他同样呢 也得救了 他呢 是曾经是敌对主耶稣的 并且呢 是迫害那些相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 但是他呢 最后呢 相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 并且呢 并且呢 成为了一个向人去传福音的使徒 在当使徒保罗 他所写的这节经文 是正在他临死之前 他说呢 他说 我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我呢 同样也得救了 连我这样的罪魁都得救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提摩太前书的 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四节 神愿意万人得救 所有的人得救 这里边四节说的是谁呢 这里边呢 他指的是神 谁愿意呢 是神愿意 这里边说神呢 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如果他要是愿意 所有的人都得救的话 那他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救恩要做的 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才行 我们有很多的罪 还是没有呢 是有 无论是 无论有很多的罪 还是没有 还是 无论最多还是最少 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男人还是女人 都没有关系 所有的人 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 都能够得救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呢 学习了神 是创造主的神 并且是人类主管历史的 主管人类历史的 这位主管者神 还有呢 审判罪的审判者神 那么今天 我们在最后一天的福音 不到会呢 我们会学这位 救主的神 因为他已经做成了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的 你觉得 你觉不觉得 所有的人都能去天国吗 不能是吧 有些人听了福音 并且相信了耶稣基督 然后得救了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他们不相信 然后最终呢 去了地狱 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呢 他没有 因为这个人呢 他没有悔改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了 你们要悔改 然后信福音 什么是悔改呢 我呢 还没有得救 我是个罪人 如果我要是今天死的话 我会去地狱的 神呢 求你拯救我 这样的心态是悔改的心 那那些不悔改的人 是什么样的呢 我挺好的 我还去教会呢 我在神面前 我是被拣选的 我去教会相信 我是信耶稣的 我怎么能没得救呢 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心 是不会悔改 并且呢 也不会得救的 但是他呢 自己相信自己 觉得他自己得救了 那这样的人呢 他不论在听多少的福音 不知道会学习圣经 他也不会得救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希望所有的人呢 都能够在得救之前呢 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所以为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悔改 我们应该悔改 一文钱的罪 没有解决的话 你也去不了天国 如果你要是去一个地方 看到一个标 有那个牌匾 只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进 是吧 只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进那个房间 是吧 那 你会怎么样啊 你感觉 我去不了 因为我不是工作人员 所以我进不去 是吧 我们假设呢 我们如果要是在门口旁边看到了这个 上面挂的牌子 说只有工作人员才可以进的话呢 所以我希望呢 你们都能够真正的回解 悔改 然后得救 真正的能够得到进天国的这个资格 就像十九节里边说的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所以我们呢 要先要悔改 为了要去天国呢 我们呢 需要得到罪得涂抹 但是我们犯了很多的罪啊 并且呢 我们呢 将来也还会犯罪 但是我们呢 应该连那样的罪也得到涂抹 那得到涂抹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呢 要把这个这个罪的工价要付上 但是这个罪的工价呢 是死 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说呢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是想 要是想付这个罪的工价的话 那我应该去到地狱里边 在那里边要受苦 才能够付上我罪的工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自己是付不了 付不起我的工价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还得怎么样的去付我的工价呢 这里边说 我们就算是有一文钱的罪 没有还清的话 都不行 在英文版本说呢 是这个最后剩那么一分钱 这个是货币的最小的单位 是吧 一分钱 就即便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小的 我们也得去付上这个代价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呢 我们付不了我们自己罪的这个工价 但是人呢 总想是自己想要 去自己付上这个罪的工价 通过自己的这个行为 他们想要 用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义 自己行的义 自己的这些善行 想要去还他的罪的工价 但是神说了 这个 人的罪 这个世界上最脏的 最诡诈的东西 就是人的心 从这个这么脏的心里边呢 只能出来的是脏了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 约伯纪 十五章的 十四 节 十五节说 谁能使 干净的东西出于污秽之物呢 人呢 是罪人身份 出生的 然后并且呢 会犯罪 以赛亚书六四 四章六节里边说呢 我们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的衣服 在神面前呢 都是 我们所行的义 都是污 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 在神面前 拿着这样的污秽的衣服 脏的衣服 我们是到不了神那里去的 我们呢 要穿上一个干净的衣服 才行 在神面前呢 我们人就像是 蛆一样 约伯纪二十五章四到六节说 那何况那如蛆的人 如同的世人呢 我们知道这个蛆吗 我们假设这个 现在有个 有一个蛆 然后他 给自己洗干净了 然后喷点香水了 你觉得这个蛆干净了吗 这个蛆可能跟另外的一个蛆 跟他喊说的 哎呀你那个蛆太脏了 你看我现在多干净啊 但是他能跟人说吗 我是干净的 我们 人呢 我挺干净的 咱们一起吃中午饭吧 你觉得这个人会怎么想呢 不管他干净不干净 他就是个蛆啊 罪人就算是行很多的善的话呢 在神面前也是蛆一样的人 这个呢 就像是在得救之前的这个 罪人的这个样子 在神面前 有些人说呢 因为呢 我呢 我不能 我用不了我的 我的意去天国 所以那我去教会呀 那我呢 是上教会的人 我呢 也奉献 我也祷告 我也呢 服侍 然后我呢 也 周日 都去 然后我呢 也学习这个律法 我呢 我周日也守这个 每周日都去教会 那 如果那样 这样的人 如果要是能够通过守这些律法 他要想靠去守律法去天国的话 那他得守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罪的含义呢 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 这个律法呢 神的律法呢 就是神的法呢 就是这个律法 这个诫命 那我们应该得守到什么程度 这个诫命是守了呢 在雅各书二章十节里面说呢 如果要是想守律法 就算是犯了一条的话 他就相当于犯了重条 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 加勒泰书说 三章十节 那些想要靠守律法到神面前来的人 都是受咒诅的 因为如果要想靠守律法去天国的话 那这个人必须得把这个所有的律法 平生全部都守了才行 你觉得一个人能够守 所有的律法都守住了 能够能做到吗 然后能去天国吗 有些人呢 可能说 我通过福音不到会 我学福音 学这个圣经了 然后我知道了 这个地狱太可怕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从现在开始 我要开始守律法了 你觉得这个人 他能守得住吗 这个 生气就是杀人 如果我恨一个人也是杀人 你觉得你能守得住吗 就算是杀一个小谎的话 你也得去地狱 如果你要是想 就算是你尽你的权利的话 你最后也还会是去地狱的 那我们假设你要是再也不犯罪了 但是因为你之前呢 也犯了很 假设你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犯罪了 但你之前也犯了罪了 你还是去地狱的 哥 这个加拉太说三家十节说 那些想要靠律法在谁面前 称义的是被咒诅的 所以我们呢 是不能够靠守律法 去天国的 这个呢 是十节命 从第一条到第十条 如果要是有一个人 能够 能够从第一条守到第十条的话 全部都守了的话 那他也可以去天国 但是如果这个人 要是犯了只要一条的话呢 那这个人呢 就会去 因着他犯的这一条呢 会去地狱的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人 这个呢 是一个想靠守律法 去天国的人 但是呢 他只犯了一个 建命 犯了第十条 是吧 那我们假设 他呢 从第一条呢 到第九条都守住了 但是呢 他呢 这个贪恋了 他这个 邻居的房子 因为 这个贪恋 别人的所有 也是罪呀 因为那些是 那个是 这个 从最开始的话 罪呢 就会 让人 死 也许 第十条 说你不 不可贪恋 邻居的房子 也许 这是所有 罪的一个开端 那他 可能会 因着 这个 这个 贪恋呢 会偷东西 是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 不孝敬我们的父母 可能是因为 我里边的贪心 我会不再去 孝敬父母 我相信呢 没有一个人 能够守住 这第十条的 因为 只要是 有一条 罪的话呢 因着这一个罪呢 这个人 也会去地狱的 那 神 给我们 这个律法的 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为了 让我们来 守住 所有的律法 但是有人说 我 我要 那我 尽我的权力 守啊 那 这个人 会发生 什么事情呢 他会 与耶稣基督的 恩典当中 罪落的 这就是 哥兰 加拉太书 五章 六章五节里面 所说的 五章四节里说的 那 罗马书 七章十二节里面 说的 那 这个 律法 难道是错的吗 他是 圣洁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良善的 但是呢 我们 人呢 是问题 因为我们 守不住 这个律法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通过 守律法呢 能够 达到去天国的 那为什么 神要给我们 律法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 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 本是叫人知罪 神呢 给了我们 这个律法 让我们 能够 知道罪 能够知罪 这个律法呢 就像是一面 镜子一样 为了能够 让我们 明白 我的脸上 有脏东西呢 那我们 所以我们 有这个镜子 所有我的罪呢 我犯的罪呢 所有的心里边 这些脏东西呢 就 我们看到 这个律法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照出来 所以我们呢 用镜子 看不到 我心里边的脏东西 但是我们 看律法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白 原来我里边是脏的 这个律法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明白 我们是罪人 我们现在正在 面临着 马上要受审判的 这样的状态 这个 这个女人呢 她呢 不知道脸上 有脏东西 看着镜子 能够看到 哦 脸上有脏东西 同样我们通过 看到律法呢 我们只能够明白 哦 我是一个罪人 假设我的脸上 现在有个脏东西 那我呢 通过镜子呢 我就能看到 在哪里 哪里脏 如果你要是 对镜子说 哎呀 因为你让我知道了 我脸上有脏东西 那镜子 你能不能 把我这个脏东西 给我除掉呢 那是不可能的 镜子是不能的 这个律法呢 就是只是让我们 明白我们是罪人 但是不是 能够让我们 通过守这个律法 就能去天国的 没有 当我们看完 镜子以后呢 我们应该去 这个水池才行 我们发现 我们是罪人 通过律法 知道我们是罪人 之后呢 我们应该呢 来到十字架 下面 去看耶稣基督 加勒太书 二章十六节呢 说 知道人呢 不会是 因行律法 而称义的 所以呢 人称义不是 因行律法 那怎么办呢 乃是 因信 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称义 神呢 可以呢 让一个人 称义 让这个通过 看到律法 知道自己是罪人 这样的人呢 可以让这样的人 称义 那我现在明白了 我是一个罪人 通过这个律法 那我现在应该 做什么呢 如果你说 二我 我想 我会守立法 去天国的 那这个是 想法是错的 你应该对神说呢 神呢 我现在应该 怎么办呢 我想去天国 我求神帮助我 这个是一个 正确的心态 我们来看一下 石头行传的三章 十九节说呢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这个罪得以涂抹呢 就是得救 就是救恩 所以做一个人呢 我们应该能做的呢 就是悔改 来得救 神呢 我是一个救 我是一个罪人 求神怜悯我 我是一个罪人 那这个悔改 是什么呢 你呢 不要再走 你自己的 这个方向 你应该 从那个路上呢 要掉头 这 调改方向 这个呢 是悔改 以赛亚书55章7节里说 恶人当离弃 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 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我们假设呢 有一个人 他呢 听了福音不到会 他明白了 有神 但是 他还是想 按自己的方法 去生活 因为呢 他呢 之前 这么活 没出过什么问题 但是他也想 得救 那他 还想走自己的 这个老路的话呢 那这不是神 能够 不是神 神的心意 这个正确的悔改呢 想能够得救的呢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人呢 他呢 在这个世上去生活 想要得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为了得救呢 他要把这个扔掉 这个 有一个这个 抓猴子的一个方法 有人呢 把这个 这个 把猴子喜欢吃的东西 放到这个洞里边 然后这个房 这个猴子呢 就会去 看到这个吃的以后呢 就会拿手去 拿那个食物 然后呢 他就伸手去 那个洞里边去 拿他想吃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 想把手拿出去 这个时候呢 他那个东西太大了 所以这个手也出不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肯定会死的 如果这个人要是 抓着他的话呢 他就会死的 那现在这个猴子 他怎么能够活下来呢 他放手就行了 这个就是悔改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的这个猴子 他呢 这个猴子在看这个人挖洞 然后他把那些这个 刮放到这个空洞里 然后知道这个猴子 非常的会 好奇心 会非常强烈的 他这个人就在旁边等着 然后这个猴子也知道 不信任这个人 所以他先装的挺酷的 不去看 但是到最后 他肯定受不了了 他再也等不了了 他肯定去那个洞里看看 里边到底有什么 然后手呢 就往里头抓 现在他的手呢 这么抓着的话 这个手是出不来的 太大了 他现在必须得把这些 这个瓜子扔掉 这样手就出来了 那他现在他扔了 但是他太晚了 这个孩子呢 其实这个猴子 就成为今天的这个 他餐桌上的午餐了 那这个猴子 他要想活下来 当时应该怎么做呢 他把这个瓜子扔掉 手就出来了 我们同样呢 也是在抓着 比我们认为 比我们救恩还重要的东西 抓着我们的手里 我们每个人呢 心里边都有 就像是这个 去教会的人 哎呀我得救了 我都已经去教会 很长时间了 哎呀我 我这人挺好的 他们呢 在抓住 这个东西 他们 就算他们没 没得救 他们还认为 自己得救了 但是今天呢 在我们听福音之前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 正确的心 神啊 求你拯救我 我们昨天看到了 有一个人呢 他呢 把这个手 夹到这个 岩石里的时候呢 他把自己的胳膊 也割下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 他呢 这个 这个大树 把腿压住了以后 为了活命 他把腿 也 那个时候 没有人能够 救他 所以为了 要能够活命呢 他的 得 把自己的胳膊 或者自己的腿呢 要割下来 然后呢 他才活下来的 悔改呢 就是要 扔弃 丢弃 扔掉你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呢 你能够有 像这样的 正确的心态 然后呢 再听这个福音 马可福音 一章十五节说呢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我们应该要先悔改 然后呢 信福音 如果没有悔改的话 即便是你听了福音的话 你也得救不了 没有任何的救恩 是没有悔改 就能得到的 十篇的六十六篇的十六节 凡敬畏 凡敬畏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们应该听什么呢 神怎么样拯救了我 这个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福音 神呢 是公义的神 以赛亚书三十章的 十八章说 公义的神 神呢 神呢 从来呢 不会说 饶恕 一文钱的罪的话 神也会去要这个 一文钱的罪的工价的 神呢 是公义的神 但是同样呢 神也是慈爱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 约翰一章 四章 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 说神就是爱 所以神呢 这个公义和爱呢 是一个相反的 在神面前呢 所有的罪人呢 是都 都得死 这个是神的公义 但是神呢 替他们 偿还了 所有罪的工价 来拯救他们 这个是神的公义 和慈爱的并存 神呢 是公义呢 就是神要按照这个律法呢 会审判 这是神的公义 但是呢 因着神的慈爱呢 神呢 用他的恩典呢 饶恕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所以呢 有 所以呢 有一件事件呢 完全了 神的慈爱和公义呢 并存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十字架 这个罪人呢 他呢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罪人的审判 那谁应该去上这个十字架呢 罪人 他们在 十字架上 被钉罪 然后受刑罚 这个是他的审判 所以呢 这个十字架呢 是受刑罚的这个公义的体现 但是呢 如果我要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呢 那就只有神的公义了 但是 耶稣 基督呢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是来代替我 这个呢 是神的公义 但是 在十字架上 并 但代替我死呢 这个体现的是神的爱 所以呢 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呢 在十字架上 同时彰显出来 所以呢 我们相信 这个十字架上的神的爱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但罪的公价不是部分的 而是这个全部的 就算是有一 马太福音五章里边说 若有一分钱没有还清 都必须得还清 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 作为耶稣基督的影子呢 有这个赎罪记的这个法 赎罪法 这个 动物要想要去被献成赎罪的 这个记的话呢 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 必须呢 要没有瑕疵的 然后呢 必须得是活着的 必须呢 要通过流血而死 我们可以通过呢 这个流血而死呢 可以得到这个赎罪 在旧约时代呢 所以他们杀这个动物 那这个呢 是耶稣基督将会 为所有世界的所有人 而死的一个影子 为了要能够得到救恩 所以在旧约时代呢 这个人 他为了得救的话 他得做什么呢 假设有一个人呢 他犯罪了 如果他要是就这么死了的话 他会去地狱的 但是他呢 必须得付上他罪的这个工价 对吧 所以呢 他就会 带一个这个羊 来作为这个赎罪记 然后呢 他就会杀这个羊 在杀这个羊之前呢 他要把他的这个手啊 要按手在这个羊上 然后呢 这个罪 从这个罪人身上呢 就转移到了这个动物的身上 然后呢 这个罪人呢 需要在这个大基 大基斯面前呢 要宰了这个羊 那这个 从这个动物身上 拿这个血呢 然后呢 去进到 大基斯 进到至圣所里边呢 然后呢 用这个血呢 弹在这个诗人座上 然后呢 神呢 就饶恕所有的 这个罪人的 他所犯的这个罪 这里面有一个人 他呢 犯了罪了 然后呢 他呢 一定会 审判之后 一定会去地狱的 那他怎么能够 避免这个地狱呢 那这个人呢 他需要去大基斯那里呢 要带着一个 这个无瑕疵的羊 过来才行 这是成年人 然后 同样 孩子也是一样的 还有 这个女人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小孩呢 他犯了罪 他呢 就带着一个羊呢 来到这个大基斯那里 然后呢 在这个大基斯面前呢 他需要把 他的手呢 要按手在这个羊上面 然后呢 这个罪人的 这个罪呢 就会转移到 这个羊的身上 然后呢 这个罪的工价 因为罪的工价 乃是死 所以呢 这个现在有罪的 谁有罪呢 谁现在必须得死 所以呢 这个罪人的 因为罪人的罪 已经转移到了 这个羊的身上 那现在呢 这个 现在就是 有罪的羊了 那这个羊呢 就必须得死 那这个 基斯呢 就让这个人呢 把这个 拿刀呢 把这个动物杀了 那如果要是没打准的话 那这个人就要 要杀很多下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羊呢 就会死 是代替这个人死的 然后现在这个羊呢 死了 然后呢 要这个人 要把这个羊的血呢 要 要拿 收集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血给大基斯 然后呢 这个大基斯呢 要拿这个血呢 要去拿进去 给神看 他也说这个人呢 犯了罪 然后转移给这个羊 这个动物身上 这个动物替他死了 然后神呢 这个时候会 饶恕这个人犯的罪 因为这个羊呢 现在代替这个人 已经死了 所以你不用再去 为你的罪去地狱了 那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就是耶稣基督 再来之前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 所以在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 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呢 有很多的这个赎罪记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里边说呢 神呢 给这个亚当和夏娃 做了这个皮衣穿上 这个要想做这个皮衣的话 那就必须得有动物皮 说明这个动物一定得死 那 这个也就是这个动物 代替了亚当和夏娃死 这个呢 也是耶稣基督将来 要为所有的人死的一个影子 在创世纪的四章里边呢 有呢 叫该尔和亚伯的两个人 这个 该尔呢 用他自己地理的土产来献祭 但是这个弟弟 这个亚伯呢 他呢 献祭呢 是把投生的这个羊呢 献上 但是神呢 指呢 这个接收了亚伯的祭物 因为呢 这个亚伯的祭物里边呢 是有血的 但是这个该尔呢 是没有血的 在西伯来书 这个 十一章四节里边呢 说这个亚伯因这信 比 该尔所现的更美 因为亚伯的祭物里边 有这个信心 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就谈了这个亚伯的意义和 这个该 亚伯的祭物和该尔的祭物 这个亚伯呢 他 献的是这个 投生的羊 所以该尔呢 他 但是该尔呢 所献的是他自己的这个努力 自己的行为 但是这个亚伯献的祭呢 是 是 因着信 是信心 所以呢 因为罪的公价 有罪的话 公价必须得是有替他死才行 所以呢 这个 投生的羊呢 指代的就是 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找到这个 答案呢 为什么神 接收了这个 亚伯的祭呢 在这张经文里边 这里边说呢 亚伯因着信 献据与神 比该尔所献的更美 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献的这个 祭 就是 这里边到底是有血 还是没有血 因为罪的公价 的意思呢 需要呢 这个血 才能偿还 所以这些呢 都是这个 影子 在这个 出埃及 之前呢 他们呢 也杀了这个 洞 然后呢 用这个羊的血呢 也在门楣 门框上呢 也都要刷上血 这个 出埃及记 十二章 十三节里边说呢 当我 看 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 灾秧 必不临到你们 世上灭你们 所以 撕裂 百姓呢 他们相信神的话 然后杀了这个 动物羊 然后把这个血呢 就抹在这个 门楣框上 这个只带的是 这个十字 耶稣基督 要在十字架上 要死的 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血呢 必须要是 这个从活的 动物身上的 血才行 这个就是十字架 这个 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 指的就是 这个耶稣基督的影子 哥林多前书 五章七节里边说呢 这个我们逾越节的 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 献祭了 所以呢 这些都是 耶稣基督的影子 所有这些 都是耶稣基督的 影子 已经呢 在映射着这个 要 要来的 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九章 九到十节里边说呢 这个旧约的这些 这个旧约的这些 细物呢 都是这个 耶稣基督的影子 但是呢 不能够 这个不是完全的 希伯来书十章 西伯来书十章四节里边说呢 是那将来要来的 美式的影子 影子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有这个实体 这个呢 实体呢 就是耶稣基督 神 神来到这个 带着肉体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而死 就是 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十章的四节里边说呢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 不能处罪 所以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是带着肉体 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是和这个 不是和亚当没有关系的 指的是带着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呢 是没有罪的身体 所以呢 这个身体呢 来到这个世界呢 是为了来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这就在 希伯来书十章七节里边说呢 那是我说 神啊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这里边的 我指的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拯救 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 为了 能够 让所有的人得救 那么耶稣基督呢 必须得把所有的 罪的工价付上才行 那罪的工价呢 要想付工价 必须得有东西死才行 通过流血 来为了付 为了所有的人来付上 这个罪的工价的话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 没有罪的人才行 这个耶稣呢 他不是亚当的后代 就是神呢 用这个童女呢 这个玛利亚的这个 因为耶稣不是亚当的后代 所以呢 他不是罪人 他呢 是神 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呢 在提摩台书 一章十五节说呢 耶稣基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他是为了来拯救罪人 然后呢 他把所有的工 拯救罪人的事 都完成了之后呢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 完成了 意思呢 就是他已经 做完了 所有拯救罪人的事情 为了要拯救罪人的话呢 他必须得付上罪的工价 才行 耶稣基督呢 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他说 完成了 也就是说呢 他已经把所有的一切的罪 都已经完全的付上了工价 他呢 把所有的 世上的所有人的罪 的工价 都已经付完成了 为了这个工呢 他呢 从一个童真女的胎里呢 怀孕出生 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我们要叫他以马内利 这个童女可以怀孕吗 这个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神是能做到的 童女是不能够怀孕的 那在和这个男人 发生关系之前呢 这个童女呢 是不能够怀孕的 但是呢 有一个童女的这个 但是有一个干净的童女 他呢 怀了一个胎 怀孕 这里边怀孕 这个 这个 这个胎儿呢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是神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婴孩的这个 名字起名呢 要叫以马内利 这个以马内利 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然后呢 在这个预言过后七百年呢 然后成就了 那这个 童女呢 怀了孕 然后呢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的 叫以马内利 就是这个 叫以马内利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翻出来的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活了三十三年的公众生涯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那个 时代的那个人呢 是跟神一起生活了 耶稣就是神 所以 他是没有罪的 两千年前呢 这个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通过这个 童女的这个 这个 他也出生的 他看的样子 就跟我们一样 就是一个人的样子 但是他呢 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 他呢 把他自己呢 三十岁之前呢 给他周围的人看 然后呢 做了很多的这些 只有神能够做到的这些 这些骑士 在这个加利利呢 有了这个暴风 这个 在海上 风浪 然后呢 这个门徒呢 这个呼叫耶稣呢 求帮助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耶稣 那个时候呢 非常的这个 斥着了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风 就止住 然后大大的就平静了 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 你觉得人能做吗 我们假设 英国 下午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海呀 住了吧 这个只有 神能做到的事情 耶稣做到了 因为耶稣 他就是神 所以呢 他和这个风浪说 住了吧 静了吧 然后呢 风就止住 然后海就平静了 耶稣呢 他是神 这个拉撒路呢 他死了以后 死后四天之后呢 然后耶稣来到他那里 然后他就向这个 这个坟墓喊 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然后拉撒路呢 就从这个坟墓里呢 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然后脸上包着手巾 因为已经超过四天了 甚至呢 都能闻到那个味道 但是呢 他活过来了 圣经 说什么呢 那个时刻 很多的人看到了 然后相信了耶稣 这个呢 只有是神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拉撒路呢 从这个坟墓里呢 活着出来了 耶稣呢 他是神 多玛呢 他对耶稣 说 我呢 要探进你的内旁 除非我的手探进你的内旁里 要不我就不信 但是耶稣 还是来到了这个多玛的面前 然后他说 你来摸我的这个身体吧 也要相信 然后呢 多玛就 这个 然后相信了 然后这是多玛做的见证 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然后 然后因为 耶稣说呢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那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那些相信耶稣是神的人呢 他们是有福的 耶稣呢 他是神 菲利比书二章五节里边说呢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里边在提的是这个耶稣基督 他是谁呢 他说他有神的形象 是神他本身 然后耶稣呢 他呢 是来到这个世上 是用的什么样的形象来的呢 是用的是这个人的样子 人的形象 他看起来就是人 但是呢 他是神 他本身 他做神是没有罪的 神呢 没有罪的神呢 来到这个世上 带着人的样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来付上我们罪的公价 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里边说呢 耶稣基督 说呢 说这个耶稣基督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耶稣呢 就是神 他自己 那他做什么 那他做什么了呢 他来到这个世上 是为了要除掉我们所有的罪 约翰一书的三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知道组成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这个是他来到这个世上 为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除掉我的罪 那我们要想除掉我的罪 需要做什么呢 他必须得把我所有的 所有全世界的罪呢 要拿过来 要揽过来 那天父 父阿爸呢 把这个世人 所有的罪呢 转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六节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呢 他呢 把全众人的罪孽 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 这里边的这个 他是大写的他 这个他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耶稣基督 这个天父呢 把这个 这个 所有的这些罪孽 都放在了 转移到了这个 这个 人子身上 谁 谁把这个罪 转移到这个 耶稣基督身上呢 是 是父神 是 是天父 父神 天父 我们 也就是 父神主 把这个 众人的罪呢 他放在了 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些人 教导说呢 啊 这个 世人的罪呢 是 是这个 这个 施洗约翰 把这个罪 转移的 这个是错的 这个 施洗约翰呢 他呢 这个 给耶稣基督 受洗 施洗了 这个是 这是 这是对的 但是你觉得 这个 施洗 约翰 那个时候 把四人所有的罪 转移到耶稣身上了吗 没有 这个 以赛亚书53章里面 说呢 是 耶和华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呢 说了 是 耶和华 是主 约翰福音 一章二十九节 当这个 施洗约翰 看到耶稣 来到这个 约翰河的时候呢 他呢 介绍耶稣基督 向世人宣告 是这么说的 说看呢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这个旧约时代呢 很多的这个羊呢 为这个 以色列百姓死了 这个是 耶稣的影子 所以现在 这个神的羔羊 耶稣基督 来到了这个世上 这个天父呢 把所有的 这个 世人的罪呢 都 转移到了 这个子的身上 然后呢 耶稣基督 现在背负着 所有人的罪 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呢 我们呢 是罪人的 出身份 出身在这个世上 然后犯了很多的罪 然后现在 背负着我们 罪的包袱呢 在走人生路 然后 但是 父神呢 把所有的罪呢 归在了 耶稣身上 转移到了 耶稣的身上 天父 把所有的 这个 罪呢 世人 所有的罪呢 放在了 耶稣的身上 这个没有得救的 这个基督徒呢 他们不知道 这个全世界的 所有的罪呢 也包含了 他的罪 这个人呢 他呢 现在有他自己 罪的问题 2000年前呢 就是 就 就在2000年前的 那个时候 就连我的罪 都已经被天父 转移到 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背负世人罪孽的 你有没有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罪 算不算在这个 世人的罪呢 你要相信 你的罪也包含在 世人的罪里面 这有我的罪 这个世人的罪里面 包含了我的罪 那谁 现在 应该要得这个 审判呢 现在呢 耶稣要受这个审判 我所有过去的罪 我现在的罪 还有将来没犯的罪 所有的这些 我一生 所有全部的罪呢 耶稣呢 给我 揽过去之后呢 要替我来受审判 受刑罚 这个 我将要在将来犯的罪呢 是 应该要去受审判 下地狱的这个罪呢 耶稣 耶稣背负了过来 然后呢 替我受了刑罚 所以呢 耶稣背负了 所有这个 世人的罪 背负之后呢 然后替所有的人呢 死了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四节里面说呢 说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 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这里面说一人 一人替众人死 替所有的人死 那 那 所有的人就不需要再死了 因为一个人已经替所有的人死了 耶稣呢 已经 把我的罪的这个刑罚呢 背到自己身上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为了我们 为了我 因为亚当 所有的人 这个世上的人呢 都成为了罪人 我在犯没犯罪之前呢 我已经是罪人了 我呢 是罪人出生的 那现在呢 我将要去地狱 那 因为谁呢 因为 因为亚当 那 你会觉得 有点不公平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 神呢 预备了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 在 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里边说呢 耶稣呢 就是第二次的亚当 所以呢 这个 世人的这个 这个代表呢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他呢 是没有罪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他是有这个资格 作为人呢 来 替所有的人来死 天父呢 他把 世人 所有的罪呢 都 转移到了 耶稣的身上 耶稣呢 他没有 为他自己的罪而死 他是 为的是我们的罪而死 死在十字架上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里边说呢 神呢 是没有 耶稣呢 是没有罪的 他没有罪 但是呢 他呢 替我们成为罪 替我们死 所以呢 他呢 为了我们 成为了罪人 然后呢 而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 想让我们能够在 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我们 我们 一旦 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成 被称义 耶稣 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呢 耶稣基督被挂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呢 把他自己的身体呢 挂在了木头上 因为为 因为是我们的罪 然后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说呢 说 耶稣呢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这里面说呢 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 这个不义的是我们 这个基督呢 他是义的 然后呢 代替的是我们 代替不义的 然后呢 为罪呢 受死 这个死 为替别人死呢 是很难的 神呢 是公义的 又是慈爱的 这个公义呢 就是必须要受审判 要受死 因为他呢 把所有罪的工价偿还了 所以呢 他饶恕了我们 然后神呢 使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 成为呢 赐了 赐给他们永生 我相信呢 没有呢 比 这个 能够 替别人 来付上罪的工价 更大的爱了 这个王呢 他呢 是现在呢 是 他拿一个这个刀 放在他自己的一个眼睛上面 他是这个亚里乌骨 这个一个希腊的一个 一个王 这个王呢 他 他颁布了一个法律 因为这个当时 这个国家有很多的 这个淫乱罪泛滥 所以呢 他就颁布了一个法律 说如果要是再抓到 有人这个通奸的话呢 就要把他的两个眼睛挖出来 但是 第一个被抓到 这个犯淫乱罪的人呢 是这个王子 所以呢 这个王呢 让 挖了第一个眼睛之后呢 然后现在要挖 这个第二个眼睛了 但是因为这个罪人呢 是 他 这个王的儿子 所以呢 他呢 把一个眼睛 这个王子的一个眼睛挖完 挖出来之后呢 第二只眼睛 他挖了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儿子 应该得到这个惩罚 但是这个王呢 替这个儿子受了刑罚 因为他爱这个儿子 耶稣呢 就像是这样一样 这个 我应该受的这个刑罚呢 耶稣替我受了 我们呢 也呢 能够在这个世上看到 有替别人死的 一个这样的事件 这个是扑塞 韩国 发生的一个 一个故事 这个六岁的孩子 在这个隔壁呢 在这个睡觉 然后 那个时候 着火了 然后爸爸呢 就把 把这个孩子呢 就抱起来了 但那个时候 已经 房子着火了 他为了要拯救 这个女儿呢 他就 然后呢 他就抱着 抱着这个女儿抱着 然后他就 从十楼呢 跳了下去 所以呢 这个爸爸呢 一个小时之内呢 就死了 这个女儿呢 活了下来 没有呢 所以呢 这个爸爸呢 替这个女儿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他的女儿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人的爱呢 也很伟大 然后呢 看到这个儿 还有一个妈妈 看这个孩子 在过这个铁轨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火车来了 这个妈妈 赶紧跑过去 所以妈妈呢 把这个儿子 赶紧推过去以后呢 推离这个铁轨以后呢 这个妈妈 就被火车 创死了 如果他要是 没有跑过去 拯救这个孩子的话呢 那这个妈妈 会活下来 那这个死的 就是儿子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他爱他的这个儿子 因为他爱他 所以呢 为他死了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呢 什么理由呢 只有一个理由啊 就是因为爱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幅所说二章四到五节 这里边说 为什么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说呢 他爱我们 因为他 爱我们的大爱 他拯救了我们 这里边说呢 大爱 什么是大爱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呢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这个大的 这个爱呢 耶稣基督的爱呢 为我们死的 这个爱 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这一点的话 你要是不明白的话 真的是不应该 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爱 然后呢 来接受 他呢 被得到我应该受的 那个鞭打 他承受了 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士兵 当时用的这个鞭子 是这个 这个是皮边 然后呢 是这个属于十二个这个绳子拧成的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 每个 每个这个皮皮边的头呢 都有这个小的这个骨头啊 还有金属碎片呢 绑在前面 所以呢 一共呢 能有这个 36块这种金属的碎片含在里面 然后罗马士兵呢 就用这种 十二股的鞭子 然后抽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所以他的皮呢 都被这个剥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得到的是 这个罪的刑罚 就是实际上是我应该得的 然后呢 他呢 也带上了这个荆棘的冠冕 这个呢 是 当时这个 以色列的他们的那个荆棘 这个是我应该带的 在这个头上 上面有这个眼睛耳朵 鼻子 我们呢 用这些器官呢 犯了很多的罪 我们有这个邪恶的相反 我们也看过 我们不该看的东西 我们同样也说过 我们不该说的话 我们也听过 我们不该听的东西 我们犯了很多的罪 用我们的头 如果我们要是到神面前 没有得救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受审判 受刑罚的 但是呢 耶稣呢 他呢 把我要受的审判呢 替我受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走上了这个十字架 然后呢 他 把他的这个手和脚呢 都定穿了 因为罪呢 因为我用我的手犯罪 所以他的手呢 被定在了十字架上 还有呢 在他的脚上呢 有这个钉子 所有我用我脚 所犯的罪呢 耶稣的脚呢 被定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所有我的这个罪 我用我的所有的身体的 步驾 所犯的罪 耶稣呢 替我受了刑罚 所以 他背负着全世界人 所有的罪呢 他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我 没有 其他的原因 他呢 爱我们 无条件的爱我们 因为他 爱我们 所以呢 他死 他替我们而死 我们呢 请 思考这一点 然后看一下 这个视频 对 我的 什么 并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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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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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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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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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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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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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看看看